为了7000令吉的债务竟然杀害朋友 还放火烧尸灭迹 三名吸毒的乌衣男子今天被检方 以谋杀罪名带上家影推示庭面控 由于谋杀案属于高庭审理范围 所以没有三人的认罪记录 推示努鲁哈夫站则定8月23号案件重新过堂 根据控状三名涉案的男子 年龄介于28岁到44岁 他们被控在今年6月22号凌晨3点到5点之间 在乌鲁冷月一所房子内 联手杀害28岁的莫阿默阿菲克 之后还放火消失 家影警区是在6月23号早上10点左右 接获投报纸 在世毛月水坝丛林附近 发现了一具烧焦的遗体 警方随后在本月11号 逮捕了涉案的三名男子 以及将作为检方证人的另一名男子 检验的结果 也发现所有落网男子的初步尿解结果 显示对冰毒呈阳性 其中两人还有超过20项的前科 案件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 并可在相同法令下的34条文同读 一旦罪程将可被判死刑或监禁最少30年 最高40年 以及不少于12下延迟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